余大人 您回去吧 余大人 起来吧 不长时间了 您回去吧 下官知道 康亲王不想见我 那你还不回去啊 酌谢兵柴大人的好意 好 王爷 扶进安插室 余成龙余大人求见王爷 二位大人 你们看到了吗 余成龙找上门来了 王爷 余大人此刻正在军中帐外 候着呢 不见 余大人 您回去吧 余大人 起来吧 这么长时间了 您回去吧 下官知道 康亲王不想见我 那您还不回去啊 酌谢兵柴大人的好意 余 无左辞 这是我 这不是说什么 是有识吗 康亲是有识吗 是有识吗 又能做什么 所以我说 只求康秦王见我一面 他要是不见我 我就不起来 与春龙 你给我起来 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 你以为这是莱普尊 是永宁州 是你想怎么样 就能怎么样的地方吗 你赶快给我起来 杰仁 你不要管我 你走吧 于大人 听张大人的话 起来吧 赵先生 你怎么来了 我就知道你一个人来会出事了 是你把张大人叫来的 是我把他叫来的 赵先生 给我起来 你起开 你 康秦王不见过 我就跪着不起来 你 与春龙兄啊 你是不想要脑袋了是不是 就你这个样子 王爷能见你吗 我什么样子 你是朝廷命官 不是怨妇 这成何体统啊 下官见过二位大人 卑职于成龙 见过二位大人 张大人 你怎么也在这儿 我说 于大人 你这是干什么 康秦王已经有话了 福建监狱的所有通海案 一律不得重审 听到了吗 于大人 你怎么还在那儿过去啊 没听到姚大人跟你说话吗 咱们走 של功 成龙兄 都听清楚了 吕大人 听张大人的劝 咱们回去吧 老爷 您睡着了 我怎么能睡着呢 我看您一直闭着眼睛 还以为您睡着了呢 我在闭目养身 进来 张大人 福州典狱长 葛长天 葛大人求见 这么晚了 他来干什么 小的不知道 让他进来吧 是 葛大人 请 非职给大人请安 坐吧 谢大人 张大人 我听说 康亲王不同意于大人 重审通海案 有这事 你的消息很灵通吗 是是是 张大人 既然康亲王不允许重审 那林乐仔是不是也应该押回监狱 看管了 康亲王并没有讲 黄塘村的案子也不许重审 张大人 这不是一码事吗 既然其他的案子都不允许重审 那黄塘村的案子 还审什么呀 张大人 这是小的 孝敬您的一万两银子 请大人笑纳 你孝敬我的 是是是 是晓得 孝敬大人您的 这不年不节的 孝敬我这么多银子干什么 张大人 黄塘村的案子不能重审 林乐仔也不能重审 为什么呀 您想啊 张大人 您原先是福建的案查实 这些案子都是经过您的手审理的呀 如今于大人一到任 就要重审 他这是什么意思 这不明摆着 是冲着大人您来的吗 那你 这什么意思呢 大人 不能让于大人 顺着杆爬呀 重审 这不是跟您过不去吗 说白了 这是在整治大人您哪 大人 您跟于大人既是同年 又是同乡 可我看于大人这来头 这个人 并不善哪 大人不可不防啊 大人 是 事后不早了 您歇着 非之告退 那我就不送了 不送不送 回来 大人还有何吩咐啊 把你的东西拿走 什么东西啊 把你的脏东西拿走 来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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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不是说要把林洋崽干掉吗 怎么说完话没影了呀 这让我林洋崽正关在密斯的衙门里呢 要动手 我们是不是得找准时机呀 你别再等什么时机了 夜长梦多 你懂什么呀 再等等 等我们话好了 我们再动手 好 都怎么办 等手 曼 是 Mensch 很 run 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这一大早的 老爷又不在 老爷这两天心情不好 怕是晚上睡不好觉吧 走 买菜去 老爷 老爷 老爷不在 他没去大堂吗 昨天晚上 我陪着老爷 查看了一宿的眷宗 后来 我实在太宽就睡着了 这一睁眼一睛 老爷就不见了 周先生 周先生 出事了 怎么了 玉璃 老爷不见了 大堂里的眷宗也不见了 眷宗也不见了 对 你们快去把靳阳和翠婷过教来 吴大人 余大人在吗 在 在后衙 在后衙 余大人生病了 自打从康亲王爷那回来以后 就病倒了 余大人病了 快 带我到后衙 是 吴大人 这边请 余大人 巡抚吴大人来了 快快又要请 是 吴大人请 余大人 下官拜见吴大人 不必多礼 坐下吧 坐下吧 吴大人 快快请坐 不必了 我就坐这儿 余大人 我记得你们番四衙门 不是有几处大的院子吗 你怎么选一个最小的院子呢 而且起居 办公 待客 都在这一间屋子 吴大人 身高不过无耻 床长不足一丈 住哪儿都一样 只要能安得下一张床 坐下 余大人三货着仪 实乃名不虚传哪 吴大人口误了 下官仅仅 获过两次着仪 并非三次 余大人 我并非口误 你看 这个是朝廷刚刚颁发的大计着义诏书 有我 当然有你啦 恭贺余大人第三次获得着义 多谢吴大人 吴大人 此次着义 最后还是康亲王举荐了你 下官感激万分 兵anners 皇帝诏曰 于成龙 执法绝育 不寻情面 吕申冤意 暗读无停 不滥准一词 不钦差一意 而雕送风夕 让害必除 性肝淡薄 力为民怀 为民省连能第一 国家大计 贪猎拙役 钦此 谢助龙恩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停身 这天气不错 成龙啊 三货着役 你的病该好一半了吧 哪有那么灵安 着役又不是药 请 于大人 凌朗伞 于大人 你要的观音伞给你采来了 这就是观音伞 好漂亮 你爹呢 我正好要礼物送给他 我爹他 他 你爹怎么了 我爹他上山采药的时候 不小心摔伤了 他摔哪儿了 严重吗 不不不 不严重 好 好 于大人 把礼物拿来 老爷 给 于大人 这就是 林老韩采的观音伞 是吗 行 我先拿进去 坐 老子 这是我们山西老家的特产 老白分 你拿回去 给你爹 不不不 于大人 这不合适 没有不合适 拿着 来 谢谢于大人 今儿 让玉林备车 咱们一起去看看林老韩 好 于大人 您这身体 你 不碍事 咱们前面先走 咱们一会儿车就拉他 于大人 您请 于大人 快快坐 快快坐 慢点 于大人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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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伤得怎么样啊 好多了 让你为我的事受苦了 您可别这么说 于大人 您可别这么说 于大人 听说啊 您是第三次获得了皇上颁发的拙意 我们老百姓大心眼里为你高兴啊 于大人 你是能为咱老百姓称谣做主的好官 能为你这样的好官采上那么一次药 那就是我老汉这一辈子最满意的事 最高兴的事了 不不不 你可千万不敢这么说 我并不像你说得那么好 我并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能替老百姓做得了 于大人哪 你看我儿子乐宅回来了 一家有希望了 这都是托了你的福 好 爷爷 你该喝药啊 好 喝药 喝药 看这孙女 真乖 林老汉 这儿子也回来了 孙女也乖 你们一家呀 好好过日子吧 我们还得托你的福呢 好 敬阳 你让玉兰啊 把林老汉采的官衣伞给我熬了吧 好 我回去这儿就告诉他 于大人 这里的老百姓都在念你的好呢 念我的好 你都听到了 林老汉说他是托了我的福 那我托谁的福 你托了谁的福啊 我呀 我托了皇上的福 托了老百姓的福 这是吴星座 姚喜盛 联名康勤王 上书于成龙卓艺时的奏书 朕给你们念一下 于成龙执法绝育 不逊情面 吕申愿意 暗读吴婷 不滥准一词 不钦差一役 而雕送风袭 扰害必除 禀绝所属愧送 庆甘淡薄 立位民怀 为民省连能第一 两位爱卿啊 这个奏书朕看过很多次了 可每一次看都触动很深呢 明珠啊 于成龙算上这次 已经是第三次获得卓艺了吧 回皇上 这于成龙在广西的罗城获过一次 在湖北的黄州获过一次 要是算上这一次 的确是第三次了 那他今年多大了 待奴才到吏部查一下 再回禀皇上 启禀皇上 臣知道于成龙的年龄 那你们是同乡啊 说吧 于成龙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 顺治十八年 也就是于成龙四十五岁时 任广西罗城之县 康熙六年 于成龙生任四川河州之州 康熙八年任湖北黄州府同之 康熙十三年因卓艺升任福建建宁之府 后来由胡广巡府张朝真奏改任武昌之府 康熙十六年因于成龙表现优异 充任江房道 康熙十七年升任福建暗查室 康熙十八年升任福建布政室 于成龙今年刚好六十三岁 六十三岁 明珠啊 你看看人家庭静记得多清楚 朕有意想让于成龙挪挪地方 是把他留在下面任个都府 还是调回六部改任他职啊 你们回去和吏部商量一下 给朕拿拿主意 奴才遵旨 臣遵旨 于成龙倾介自食才能诉诸 皇上真是知人善任 是乃是天下之明君也 奴才即刻起就会同吏部办理此事 谢国相国大人 都起来吧 谢相国大人 不论啊 你跟我来一下 我刚从南手房回来 皇上又要破壳提拔于成龙了 于成龙当上福建布政史还不到半年 皇上又要提拔 何止是提拔呀 简直就是平部清云 这次不是让他当巡抚总督 就是调到六部担任朝廷的要职 这可真是平部清云 于成龙的祖坟受了什么高相呢 皇上让我和吏部先拿一个票你的意见 那明相国恩您计划如何安排于成龙 这个事先不能上吏部商议 要特别地慎重 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意思 皇上那么器重于成龙 还真成了一个事了 不论啊 看出来皇上对于成龙的用意了 皇上就是想让这于成龙 在满朝的文物百官中 和这各地的封疆大吏之中 给他树立这么一个好官的形象 为什么让他三祸着意啊 皇上的用意就在于此啊 皇上是想让这于成龙 成为百官的楷模和榜样 如此看来于成龙高升 亦是必然之事 皇上虽然没有明确让于成龙去做什么 但是无论是都府还是六部 必然会给他一个很好的位置 再加上他在福建做的两件事 真可谓是惊天动地啊 连康亲王都甘拜了下方 在车之后 负仁明下得还有一名 就是想起了千方百计 一定要阻止这个于成龙 进入朝廷的要职 明白吗 康熙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大帝 俺爹说 你没有给家里转下金 转下衣 可转下了这个 转下了一世的好名声啊 不如瑜伽情节之风 不如我爹 气蒙之苦心 是啊 十三 他爹 你还记得不 顺之十八年 三月初四那天 你离开的家 从成龙走那天算起 到今天 已经整整地走了 三个月又二十九天了 我都记得嘞 一天都不会差 今天 是康熙十八年 十月初一 十八 你离开这个家 离开孩子们 离开我 已经整整的十八年 又长出去了二十六天了 你要是回来 恐怕都不认识我了 你走那年 十四十五岁 现在如今 也已是六十三岁的老人了 快了二十五岁 快了二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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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期没有给你做过一顿饭 没有给你烧过一碗水 没有给你烧过一碗水 没有伺候过你一天哪 大爹 大爹 这么多年了 你一个人在外面 是咋过的呀 大爹 你是怎么过的呀 大爹 大爹 泪万营迁 尽是朝廷正负 藏有亲戚 谁替你披家带锁 一丝伴侣 无非百姓趾高 不加珍惜怎晓得难道隐昌 好联 好联啊 周先生 这盈联该不会出自你手吧 你什么意思 不不 别紧张 没意思 周先生 你听出来了吧 靳阳心里呀 是很佩服你的 他佩服我 他不时时处处逮着机会 挖裤我就不赖了 他佩服的是你 不是我 柳靳阳佩服我呀 他挖裤我 比挖裤你可多多了 樊台大人 你只说对了一半 他周先生挖裤你 挖裤得更厉害 要没有我们俩挖裤你 怎能写出这么好的营言呢 你看看看看 绕来绕去还是在挖裤 圣旨到 去 余成龙接旨 臣余成龙恭迎圣旨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特检余成龙为直立驯府 即刻赴任不得言物 亲此 谢主伦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真没想到 皇上会让余成龙来直立 伯伦啊 卑职在 这直立乃姬府之地 又在皇上的眼皮子底下 这平日里一直是相安无事 可是这余成龙一来 恐怕这帮净水 又要让他给搅魂喽 直立从府衙到各府州县 几乎都是明相国您的人 他余成龙还能翻了天不成 这直立现在并不是一汪净水 怕就怕的是 这一石激起那千层浪啊 咱们动作都快点 大师说今天晚上要把车装好 明天一早就出发 说好了吗 玉玲 后院那几款萝卜 还有干粮别落下了 路上还得吃呢 知道了 装好的先拿出去 晓晓快点 来啊拿得动吗 拿得动沉不沉 我没事慢点走啊 好 走 赵先生 你看这个院子住了两年 这要离开了 还真有点留恋 对 虽然不大 但是很温馨啊 很像个家 是挺温馨的 于大人 你这回可是一不登天了 一下子把官做到了天子脚下 真是可喜可贺 赵先生 当年我去黄州的时候 你反对过 去武昌的时候 你也反对过 来福州的时候就更别说了 反正我哪儿都去不得 这回啊要去直立啊 从节到盛制到今天 我就没听说你有半句反对的话 看来啊 我去直立你是支持我去了 你让我反对什么呢 反对什么 我想听啊 你又不说了 那好吧 那就我来问 我能不能去直立 去得去不得 去得去不得你都得去 这已经不是问题了 那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 直立那个地方藏龙卧虎 也是朝廷的基辅之地 你于大人去了之后啊 要处处小心谨慎用事 周先生你卖的是这关子吧 静影啊 你看你把周先生的话都打断了 怎么了 你不是想说了就是这套道理吗 怎么不说话了 我要卖的关子恐怕不仅仅是你刚才说的那点货色 我想说的是 能卧虎藏龙的地方 必能藏污纳垢 还有 基辅之地反过来理解会是什么 灯下黑 高处不胜海 此番去直立 已完全不同于福建 你的头顶上没有了府胎也没有了治胎 但你要面对的是 满朝文武百官和那些众多的亲王贝勒 而这些高官重臣皇亲国戚 哪一个官都不比你小 哪一个关系都不比你少 静阳刚才只说对了一半 光处处小心谨慎用事 远远不够 你的意思是说 我于成龙虽然当上了直立巡抚 可我这个直立巡抚 谁都别惹 谁都惹不起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对 那我还去干什么 干什么 干你该干的 干你能干的 甭资格找事 别光啊 去找别人的茬 照你们俩这么说 那我这个直立巡抚还怎么当啊 是去当孙子还是去装孙子 反正啊 你谁都惹不起 皇亲国际你惹不起 内阁大学士你惹不起 六部的尚书侍郎也惹不起 说句不好听的 就是从朝廷里找个七品八品的小官 怕你啊也惹不起 柳京啊 我问你 皇上让我到直立区干什么 难道皇上让我到直立区混吃混喝吗 什么高官重臣 什么皇亲国戚 什么灯下黑 都是无稽之谈 我跟你们看到的不一样 我看到的是康熙朝这二十年来啊 国家由乱而至 游衰转胜 大江南北日新月异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还就是不信 这直立的灯下黑 它能黑到什么程度 我还更不信了 如今的大清国 它会正不压邪 我余生龙从不惹事 我也从不怕事 一个人啊只要不昧天理良心 还有什么可怕的 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深正不怕影子邪啊 胸怀坦荡 天地自开阔 这围观和座人啊 都是一个脸 好了 睡觉 明日一早啊 咱直立 等着吧 在福州 借到出任直立巡抚任命后 余成龙与周瑞和柳进阳 有过一次激烈的交谈 他认定 一个人只要不昧天理良心 深正不怕影子歪 已然决然地奔向直立 但他们都没有想到 一场大旱颗粒无收 饥饿和饥饿的黑影 正在直立大地上蔓延 看来直立 那边的旱情很严重啊 看这样子啊 今天怕是颗粒无收了 老爷 咱们这儿是到了什么地儿了 已经进入了直立了 应该到了大明县了 姑父 您不是说直立比福州好吗 怎么连点水也没有啊 我不喜欢这儿 我还是喜欢我们南方 晓晓 你不是南方人 你是北方人 姑父告诉你啊 翻过前面的太行山那边 就是你的老家 小梅 习惯吗 好荒凉啊 愿往北走啊 逃难的人越来越多了 老乡 老乡快起来起来 起来 快起来 老乡 老乡 你们这是要上哪儿去啊 上南边 先到山东潮州府 不行啊 就去河南 山东和河南也遭灾了 你们往南走也不是个事啊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成 councils 越来越多了 山东潮州府 爷爷我饿 爷爷我饿 给我点吃蛋饭 久一口 孩子 你是哪个村的 俺是遇见张佳遥的 张佳遥的 מה routine 把咱的口粮全拿过来 是 孩子 拿上 不要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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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死个人 不要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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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抢到人了 把你当人扶起来 快拿着 别抢 别抢 快拿着 别抢了 别抢了 不要抢 快点 别抢 别抢 别抢啊 夫妇 我饿了 小小饿了 咱车上没啥吃的了 一会儿咱下馆子 哪儿还有银子下馆子呀 咱们那些啊 早都散没了 上路的时候 不是带了几十辆银子吗 这都出来好几个月了 住店要花钱 偶尔出去买些吃的 也要花钱 这码的草料也要花钱 再说了 这一路上你看见 可怜的穷人就散钱 咱就那几十辆银子 早都散没了 一辆银子都没了 一辆都没了 咱府带大人哪 还没上任 就已经成了难民了 靳雅 你少说了 我怎么了 我没说你那 狂无萝卜的事 现在大伙连饭都没得吃 你说这些废话 有什么意思 有本事把大伙 吃饭的问题解决了 周大人 你挑事是吧 你有本事 你给大伙姐姐吃饭的事 我还是能解决你信不信 周先生 快点说 咋解决 余大人 这不是直立着大明县城吗 是啊 咱不是直立巡抚衙门的人吗 你的意思是 咱到县衙门去找饭吃去 县衙还能没咱口饭吃 余大人 你放心 咱不白吃 吃了之后咱给它记上 日后再给 我什么都解决了 好主意 好主意 走走走 想想 咱到县衙去吃好吃的去 施杖去 敬朔仙没用的 是 肯定能让大家宝宝地吃上一顿 老爷 院子里和大堂上都没有人 这大堂没人的话 可能都在食堂呢 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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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来来来 一块围上来 一块围上来 怎么喝 喝 喝水 来来来来 香味越来越大了 看来不光有饭 还有酒 余大人哪 脸皮壮吃得胖 都甭要带点面子了吧 走走走 走走 好 笑笑待会 来来来来 对不起 打搅一下 你们什么人啊 干什么来了 我们是想讨口饭吃 诸位大人 他上这来讨口饭是不是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知道 知道 直立的大明县衙 这县衙是你们讨饭的地方吗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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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大人 我们是直立巡抚衙门的人 露经大明 身上带的银子都化光了 而且饿得很 口气不小啊 直立巡抚衙门的人 你怎么不说你是朝廷的人哪 这这这 都给我哄出去 这 你们想干什么你们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我告诉你们 走 走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吃哪来来来 吃哪来来 吃哪来 一群叫话子 竟敢打着直立巡抚衙门的旗号 来我堂堂地献牙片饭吃 什么事都 到直立巡抚衙门 头一件事情 把大明之线叫什么姓什么 给我扎得清清楚楚 明摆着端着架子喝酒的 就是大明之线 那肯定是他跑不掉 我说你们几个 谁去给我打听一下 新来的直立巡抚到认了没有 让个人 我去 我去 让他停车 那前面好像停了很多轿子和车马呀 看不太清 反正黑鸭鸭一片吧 那是你眼神不好 不光是轿子和车马 还有不少穿官服的人哪 这些人啊 一准是到尘门外来迎接巡府大人的 可不嘛 这不是迎接你的吗 迎接我 周先生 还有没有别的城门 保定有四个城门 东门鸣望营 南门月熏丰 西门鸣望月 北门取拱卫京城之翼 鸣拱吉 还有两个偏门 好好好 那咱就走偏门 别呀 人家是迎接你呢 你绕开合适吗 对对对 靳阳 你觉得不合适 你下去让他们迎一下 人家是迎接你呢 那迎我干吗呀 我说你这人真是的 什么事你都长得那么别扭 改日靳阳要是当上了巡府大人 出城迎接他的人 更是黑压压一片 你这话又快 你们俩这话 把我顶得不吃都饱了 翠庭 找片门 是 给你呢 凱眼 我去把我把我都收拾了 我去看看吧 你给你带了 个人带了 要拉你带了 下集团 你带了 义手 你带了 带了 你带了 我带了 哦 好 翠玲 别管他 让他睡去吧 这师父衙门够冷清的呀 能不冷清吧 都上城门外去迎接你去了 你这老头 少说两句能憋死你啊 玉兰 玉琳 你们赶紧把东西啊 卸到后衙去吧 给孩子弄点饭吃 咱们呀到大堂上去看看 走 走 玉大人 请 走 走 下官见过余大人 你是谁 我们可曾认识 下官从未见过余大人 不过余大人声名远播呀 这官场之中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啊 况且大人今天 又以一贯的作风伸着便服 身边还跟着这两位师爷 一见便知了 我们就这么轻易地 让他给识破了 余大人 如今天下为官之人 除了余大人 哪个还会有此等风范哪 风范谈不上 就是拉他惯了 你看看 说了半天还不知道大人是 下官董炳忠直立首到 董大人请见谅 请见谅 余大人 堂上座吧 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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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大人 我们一路走来啊 满目都是灾情 四处都是逃难的灾民 你快告诉我 直立到底有多少地方遭灾了 那些灾区的灾情 到底有多严重 余大人 一言难尽哪 直立三厅六周七到十一府 没有一地不遭灾啊 灾情竟如此严重 是啊 直立连续三年遭遇大旱 很多地方可以说是 赤地千里 颗粒无收 家家饥荒 饿瓢遍野啊 已经有饿死的人了 是啊 皇上也曾下诏赈灾 可是前任巡抚突然病故了 这赈灾之事 基本处于半停滞状态 快 走走走 去哪儿啊 带我到灾情最严重的周县去看看 余大人 你从福建到直立 这一路艰辛跋涉了三个多月 想必一定十分劳累 况且你跟二位师爷 都已经是上了年纪的人了 这灾情再急 也该歇息几日再说呀 董大人 无需顾忌 周先生 静阳 你们到后衙区安排住处 董大人 收拾一下 咱们马上上路 是 走走走 好 余大人 这里就是宣化堡的雨县 是直立灾情最严重的地方 老百姓把草根树皮都吃光了 很多村子死得死跑得跑 只剩下没有人烟的空村子了 真灾的粮食为什么只是不能下坡 直立巡抚没了 其他官员难道一个都没有了吗 一审 除了巡抚 其他官员就可以对老百姓的死活 视而不见吗 董北仲 在 我到直立上任 直立大大小小的官员 七刷刷地跑到城门外去迎接我 唯独你一个人没去 我当时非常感慨 觉得你难能可贵 但我现在要问你一句 你身为直立首刀 肩负着一省的千良民事 竟也会如此地不负责任 如果那些受灾的乡民 和那些饿死的人 是你的兄弟姐妹 是你的生生父母 你会这样对待他们吗 回答我会吗 回答啊 回答 回答